这就是小叶子勾完后的样子 大叶子的勾法和小叶子基本上是相同的 这里我就不重复演示了 这就是大叶子完成后的样子 接下来是将叶子和胡萝卜根部进行缝合 我们先将两片叶子的下面缝到一起 缝的时候可以把叶子上面有起立针的这一面 也就是有凸起的这一边 放到中间要缝合的位置 这样比较美观 然后只需要把下面缝几针固定就可以了 就这样简单的 把两片叶子下面进行连接 将多余的线剪断 然后再用钢针 将叶子缝到胡萝卜上面 缝的时候只要用绿色的线 沿着叶子最下面的叶子针 用卷针缝合法缝一圈就可以了 也可以先用记号扣进行固定 然后沿着辫子针开始缝合 缝的时候尽量让针脚小一些 这样看上去会比较美观 感谢观看 按照这种方法 沿着叶子下面的一圈缝好就可以了 这里我就不再全部演示了 大家看 这就是缝好后胡萝卜的样子 这样一个胡萝卜就全部完成了 最后我们来看上衣口袋的勾法 我们先来看图解 口袋的编织顺序是从图中锁针的位置起针 通过勾针的往返编织来完成的 两边通过长针的夹针来形成口袋的形状 最后再给口袋勾一圈边 用到的针法我们在图上做了标注 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勾法 首先进行起针 将线打个活结 我们用锁针起15个辫子针 起好需要的帧数之后 我们在最后一帧上扣一个记号扣 接下来我们勾第一排 这一排我们全部勾长针 首先立三个辫子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 相当于一帧长针 勾好之后 我们在记号扣前一帧穿入 开始勾对应树木的长针 第一排的长针数和起针数是相同的 按照这种方法 将这一排勾完 这一排就完成了 这一面作为口袋的正面 我们在任意的位置扣一个记号扣 标记出来 这就是第一排完成后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勾第二排 这一排需要勾长针的夹针 我们先立三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 然后将口袋反过来 反过来之后 在同一个位置 再勾一针长针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里的起立针 和我们上一排的最后一针 是相对应的 我们在最后一针的针目上 再勾一个长针 就相当于勾了长针的夹针 接下来我们一直 勾不加不减的长针 一直到最后一针 还差最后一针 最后一针 我们挑起上一排三个辫子针 最上面的一个辫子 在里面勾两针长针 第二排就结束了 这就是第二排完成后的样子 下面我们来勾第三排 这一排和第二排一样 需要在织片的两端加针 我们先立三个辫子针 将口袋反过来 反过来以后 仍然是在同一个洞眼里 再勾一个长针 然后勾不加不减的长针 一直到最后一针 还剩最后一针 最后一针我们同样挑起 上一排三个辫子针的 最上面一个辫子 在里面勾两个长针 第三排就完成了 第四排 先立三个起立针作为一个长针 然后将口袋反过来 反过来之后 从下一个洞眼开始 不加不减的针 不加不减的勾长针 一直到最后一针为止 还差最后一针 需要注意的是 最后一针要勾在上一排 三个辫子针的最上面一个辫子里面 这样第四排就结束了 口袋部分我们一共需要勾九排 后面的五到八排 我们全部勾不加不减对应的长针 勾法同第四排是相同的 这里我就不重复演示了 建议大家勾的时候 对照我们的图解 现在我们已经勾完了第八排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最后一排 最后一排是勾短针 先立一个起立针 然后将口袋反过来 反过来之后 在同一个动眼里面勾一针短针 然后 从下一个动眼开始 都是不加不减的勾短针 一直到最后一针为止 需要注意的是最后一针 要勾在上一排三个辫子针的最上面一个辫子里 这样 这一排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想要继续加口袋的深度 可以适当地加一到两排 不加不减的长针 这就是口袋主要部分完成后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开始给口袋勾边 如果大家用的是同色线勾边 直接往下勾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的勾边需要换线了 我演示一下换线的方法 拿出我们需要的线 先绕线 勾出 然后将不用的线剪断 拉紧 将后面的线头 在接下来勾的时候同时收到里面就可以了 这样换线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记号扣的这一面是纸片的正面 请大家注意 这一圈 勾边要始终和纸片一样 都是正面在外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在纸片的正面开始勾 下面请看我演示勾边的方法 首先立一个辫子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因为这个地方是拐角 所以接下来 我们在旁边的这个洞里 勾三个短针 一 一 二 三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弧度 接下来 我们在每个长针的侧面 也就是长针形成的这个大洞 分别勾两针短针 按照这种方法 一直勾到下一个拐角 再继续 再继续 感谢观看 现在勾到了拐角这里 我们在最边上的一个洞眼里面 勾三针短针作为拐角 一 二 三 剩下的这一排 我们全部勾不加不减的短针 一直到下一个拐角处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口袋勾边的规律 在口袋的上下两个边 都分别勾一一对应的短针 两边 我们分别挑起长针的侧面 在每个大洞里面都勾两针短针 这两个拐角 我们都勾三个短针 按照这种规律 将剩下的两边 勾完就可以了 这里我就不做演示了 勾完之后 我们将线头稍微留的长一些 用于后面的缝盒 这就是口袋 全部完成后的样子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 将另一个口袋完成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把口袋缝到衣服上面 有记号扣的这一面 是正面 口袋基本上是在衣服前片 下摆的中间位置 离下摆大约两到三排长针的高度就可以了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调整 这里可以先用记号扣进行固定 然后用之前预留的线 用钢针进行缝合 我们在口袋的两边 这里 多固定几针 缝的时候 只要穿过口袋 勾边外侧的辫子针就可以了 这样针脚比较不明显 我们只要一上一下地进行缝合 缝的时候注意线不要拉得太紧 适度就可以了 按照这种方法 将口袋缝好 将线收紧剪掉就可以了 两个口袋的缝合方法是一样的 这里我就不一一演示了 这就是口袋缝好后的样子 到这里 小兔外套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了